丢了 二姑丢了 真的 怎么玩二姑丢了 不是 我新把那手机丢了 丢哪了 刚才我在饭店 有个小的贼没疏远的 一看就不像好人 我认啥的捡啥 我认啥的捡啥 手机直接是他偷的 不是 你怎么那么确定就在那饭店丢的啊 我也记不太清了 你看 对了二姑 你带手机吗 带了 给我打个电话 打通之后你就说呀 欠我两万块钱 现在就要还 钱 就放在幸福小区 第一个垃圾桶旁边 他要是小偷指定来去 明白吗 哎呦我的天哪 茜儿啊 智商上来了 我肩帮我肩帮 打打打 那个 但是王小茜儿咱俩个说好 我可没欠你两万块钱 我欠你一遍 我欠你一遍行帮 说好 打打 不打 喂 王哥呀 你别说话啊 我不是欠你两万块钱吗 今天我过来还 结果你不在家 于是我就把这两万块钱 放在你们幸福小区 递个垃圾桶的旁边呢 你别说话 听明白没 找电 二姑 你这嘴皮子太溜了 头的 不行啊 茜儿啊 那万一一会儿小偷真来了 你自己能弄了不 不还有你你们 还有我呢 还有我肚子里的宝宝 到时候我们三个人齐心协力将小偷制服 对 咱们仨 你把孩子一省 夸夸夸 二姑 带着宝宝 赶紧走 你别的 万一你出什么事都不成啊 我怕你出事 快走 不送 你确定吗 我还是送送你一包 你看你 还 说眼皮条条 好事要来到 不是捡手机 就是有人要送钱包 好事全让我赶上了 刚才吃饭的时候 捡了个手机 突然这个手机上来电话了 有个女的要送两万块钱给他 说已经放到垃圾桶旁边了 干啥呀 咪起来呀 识今不昧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小姨婆爷爷 有气 你一叫我爷爷吧 我这个嗓子就发痒 头皮发炸 腿就发软 我上楼都没劲 谁啊 你倍大了呢 你大来了 我呀 待会过来呀 太好了 一会帮我抓小头 小头 在哪呢 没时间和你解释 来了 小头来了 我逗他 逗他 偷漏我的手机 嘿 小姨婆爷爷 你先别着急啊 他 80%是小头 还有20%不确定 怎么还有百分比啊 80%超过60%了 揍他 嘿 小姨婆爷爷 这个 你就别咳嗽了 对待这种人呢 咱能吵着尽量别动手 动手就没理了 你呀 先把他控制住 我去找人 咱们嗓 指定能制服的 行 千万别动手啊 我尽量控制 我还是不放心呢 嘿 小姨婆爷爷 你快走 要不然我肺肺了 肺肺 我的肺快被你长肺了 快走 爷爷 你好大哥 小伙子 今天天气不错呀 是 挺好的 阳光明媚 晴空万里 是 光天化日 日到地 你这么干下去 你的路在何方啊 路在脚下呀 我知道路在脚下 你干啥来了 你干啥的 我这还看不出来吗 不是 这你们都是 成伙成伙出来的 你咋一个人出来了呢 哎呀大哥 挺母行啊 我们这不少人呢 每个人都有分片 我专管咱们这片的 刚才80% 现在90%了 再忍耐 小伙子 啊 呀 你这玩意 挺好使啊 哎呀大哥 我跟你讲的 这东西啊 老好使呢 方便又快捷呀 夹钱包好用不 哎大哥 你真是 你真能闹 这玩意 夹钱包算啥呀 我还夹过手机呢 百分之百了 请他 哎 你干啥 你干啥呀 别动 给你拍个照 哎大哥 你真的 给我拍啥照 我是想帮你 你过来 大哥不用你帮 这活脏 知道脏 知道脏你还干 啊 小伙子 年纪轻轻的 干点啥不好啊 啊 你偏干这个 大哥你啥意思呀 360毫毫毫冲撞员 你干这玩意还想当撞员 当然了 你真是 大哥你真是 你给我站住 你干啥呀 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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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 你听 要想那时的春天 我刚 哦呀 怎么 我 没有 微波 我 情 我 我快 忘了 我梦 我身在那 牵温 你情 我 哎呀大哥 这谁呀 大中午不睡觉放音乐 小伙子你别动 我认识你 啊你把那玩意放下 你过来 你认识我 我不光认识你 还认识你爹 啊 他爹在他心目当中 位置很重 我要好好利用他俩的关系 小伙子啊 哎呀你咋了 不是大哥 你还认识我爹呀 那你知道我爹姓啥叫啥呀 你姓啥 我姓王 你爹姓王 废话 你爹不就是老王吗 那你咋不说你认识我妈呢 你妈我也认识 那我妈姓啥叫啥呀 老王太太吗 你真是闹大哥 你真是 你别动 咋的呢 我真认识你爹 前两天 我和你爹 我俩人盘着腿面对面 还唠嗑呢 啥 真是个孝子啊 哎呀王大哥 你咋了 你跟我爹盘腿唠嗑 啊 那你俩都说啥了 你爹吧 夸你 说你是个好人 心地善良 从来不干坏事 是啊 你听话呀 你得 我明白明白大哥 我明白明白 拿着 拿着 夸你两句不用给钱 拿着拿着 哎呀 拿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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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大哥 你待会儿 啊 我找你 不是你这 不是这个事大哥 这钱嘛 不是给你的 你要再见着我爸 你把这钱给我吧 让我爸在那边啊 买二两好茶呀 啊 大哥 那边 哪边啊 就那边啊 给我吧大哥 你把一块还给我 你真能闹大哥 我爸都走了六年了 你上哪儿 接着我爸去你啊 这一句话 你俩还乐吃 你爸走六年了 那可不咋的 你就告诉我 你俩咋见着面对吧 你俩怎么闹这个 我托梦见着你爹 你爹让我就是你 你妈大哥 你真能闹还托梦 你还说你要钱就要钱呗 你扯这老线没用 你干啥呀 不要 你是不是走牛了呀 我得送给他 大哥 你家在哪儿啊 我送你回家呗 我家在这儿 这儿就是我家 你在我家地盘上 你干坏事 谁呀 你偷手机 我没偷啊 你没偷手机 你偷没偷 我没有 你看那是啥 我来跑 我来跑 我收拾不了 老医生 来来来 你扎给他 就他 偷了我的手机 就他 我没偷 你撒开 撒开撒开 你别动啊 他说了 你偷了他的手机 我说我没偷 怎么没偷 我在饭店吃饭的时候 扔啥你检查 扔啥你检查 手机直接是你偷 对 我作证 刚才他拿个夹子 他说他加过手机 加过前半 而且他负责咱店片 你说你年轻轻的 你干点啥玩不好 哎呀 你们都误会了 我是咱们这边的保洁员 保洁员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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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怎么办 他偷了你的手机 对不对 对 我现在拿我的电话 给你的手机打电话 电话如果在他身上响了 你就是小偷 好啊 好啊 电话号码你知道吗 我知道 他这电话号码 哎 刚才咱们几个人 四个人 现在咱少一个呢 排 快上 回来 快上 快上 你这个小伙子可真是 不是你们要干啥啊 对对对你打吧打吧赶紧打 走 别动啊 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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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我这儿 哎呀 给我打什么电话 那是我二姑 那是我媳妇 你怎么打她那儿去了 我打错了 小艺 不是 媳妇啊 你咋个这儿呢 我一直就没走 我暗中观察呢 我怕他俩抓小偷有危险 我抓小偷你怎么不上来呀 那个我不得保护我孩子吗 再给我看你胜券再握 我就没出来 哎呀 别动啊 媳妇啊 你一直就没走啊 你是怕他出事吧 对呀 哎呀 王小翅把我叫来了 他怕支不服 不是王小翅 你怎么什么玩意你都丢呢 你不让自己丢了呢 你干我干啥呀 你打不早点叫我去 你打不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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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翅 我刚才咋做电话了 我接着打 你打 走 响了 响了 就在你这儿 响了 马一在我这儿 你摸啊 走 你都散开 都散开 都别动 都别动 散开 看谁响 看谁响 我响了 啊 哎 哎 什么情况啊 小翅 你不是这种人吧 你拿人手机干什么 我是哪种人 我吃饭 捡了个手机 然后有个女的给打电话 说要送给他两万块钱 我准备拿着这两万块钱和手机一块交工 没人信 啊 我信 我坐这儿 我坐这儿这电话肯定不是这大哥拿的 要是他拿 他能在这儿跟我纠缠这么半天吗 对不对大哥 对不对 小伙子 你干的是最早最累 最苦的活 但是你的心 是最干净的 谢谢大哥 我也信了 对不起 爷爷 你咋这么好呢 小一位爷爷 这咋还没法呢 那个 我最对不起的 就是这位大哥了 是 误会了啊 没事没事 实在抱歉真的 没事没事 就我这长相吧 经常被人误会 这事就怨你啊 你怎么能以貌取人呢 啊 长得难看就是小偷 啊 我是说 我是说你这小偷里长得好看的 不是 你是最好看的小偷 不是 大哥 你长的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人 谢谢 胡包 你脸红了 我撒谎了 这样啊 这样啊 我呢 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刚来咱们这儿的保洁员 希望大家以后对我多多关照啊 没问题 你是好人 今天啊 跟大家这一见面 大家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其实今天收获最大的是我 啊 我呀 是从头至尾经历了这个事 其实咱应该谢谢人家 给咱肚子里的宝宝啊 上了一趟非常生动的胎教课 谢谢啊 对 对 太精 我有个主意 前两天咱们排那节目忘了没有 没有啊 我一说今天趁这个机会 好好给孩子上个太精 好好 来来来 行行 给我放音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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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